我是Enter,欢迎收看Enterbox 熟悉比Qual家产品的观众应该多少都知道 它们一向不是以绚丽的外观而闻名 而是以静音风扇和低调的设计语言 然后配上经典的橘色配色 其中机壳系列的型号 从版位数大概就可以判断高低阶了 例如最高阶的机壳就是901 四级键就是这一台 Dark Base 701 虽然中间还有Shadow Base 800这个系列 但是目前价格上来说 它是比Dark Base 701还要便宜一点的 之前我主要有用过的几台 它们家的机壳也都是3000到5000价位的500系列 所以这算是我第一次亲自上手赌装 Be Quiet比较高阶的机壳 那静音和散热的效果方面当然不用说 风扇都是自家Pure Wings或Silent Wings 但我比较好奇 它们在高阶机壳会不会改善一些 我之前在中阶机壳看到的一些缺点 其中我觉得很大的不同 就是玻璃它终于不像500系列那样 是用玻璃打孔的方式 在拆鞋安装上都会更安全更方便 造型也更好看 4mm的玻璃厚度也算蛮厚的 拿起来蛮有分量感的 其他基本的安装规格我们也先过一下 标示水冷安装长度可以到430mm CPU散热器的高度是185mm 前面顶部都可以安装360的水冷排 主舱最大支援安装eATX的尺寸的主机板 所以我觉得无论如何那至少要搭个ATX的主机板 让组装起来的比例会比较好看 这颗出厂自带3颗14公分的风扇 都是Sylonwind 4 140mm BWM High Speed的版本 前置、后置、顶部各一颗 而我判断后我选择将顶部的这颗风扇移到前置 在开机后安装系统前 因为都还没有调整过风扇的转速 手放在附近都可以感觉到满满的生命力 毕竟是满速运转 这个风扇升多少还是有一点 但是以1900rpm的转速和这个风量真的很可以 机壳背后也预装了一颗PWM和ARGB的Hub ARGB的部分可以透过前面板的按钮来切换 风扇则支援到8个PWM 整个机壳安装的布局其实挺有意思的 除了前方、顶部都可以装360的水冷排 整体采用的是半模组化的方式 如果要安装前方或顶部的水冷或风扇 都可以将整片支架拆下来安装 装好水冷和风扇以后再装回去 而在拆前面板的时候会发现 前面板虽然它是塑胶的材质 但是相较我之前用过BQRT的中阶机壳的塑胶件比较粗糙 我觉得701上面感受就比较对得起这个价格 做工又比较好了 而且拆下来的手感不会太硬 适中的力量就可以免工具 也免拆线就可以将前面罩拆下来 上面的ARGB也是透过金属接触点的方式来连接的 因此拿下前面罩的时候也不用拔任何的线 那这个当然都是比较贵的机壳会做到的程度 前面板的滤网是透过卡槽和磁吸两种方式并用 可以快速拆装清洁都没有问题 那反装这一点我也是装完机壳以后才发现的 它的产品特色其实有写到 多功能主机板托盘可选择反向安装 然后我看了一下说明书 其实提到了这个怎么操作 但刚提到它采用半模组化的方式 整个背后这片和周围的几个框架 只要卸下周围的螺丝就可以拆下来了 就可以反着装 那根据官网的图片的样貌 实际装起来的机壳就适合放在左手边了 主机板的方向也是上下颠倒 显卡也会面向顶部 CPU散热器和主机板 后IO也就变成在下方了 而且玻璃侧板跟金属板是可以互换的 那这也代表 如果你想要两面都是玻璃或是两面都是金属 其实只要能够跟代理商买到零件 那都可以达成 那总之反装这一点是蛮酷的 但我建议有装过几次电脑的玩家再来尝试 这个对新手来讲应该会有一点难度 而这样的设计也让它主机板背后这片板金 在支撑上完全仰赖前后两边的锁点 在中间形成很大的跨距 即便它的板金厚度已经用到1mm厚了 那照理来讲应该是很结实的 在实际安装一些需要比较大力的零件的时候 就会感觉背后是比较软的你可能需要留意一下 但是优点的话就是这个顶部的过线空间 是完全无车档的非常自由 很有特色也是我第一次看到 而前方区域背后可以安装两颗硬碟 正面也可以安装两颗SSD 主后方的背面和底部的电源仓也都还有安装的空间 那Middle Tower的机壳虽然外观是比较大的 但好处就是安装的支援性上是很丰富 你可以装很多东西 此外它也支援显卡实力的选项 但我这次就还是先用比较传统的方式安装 主机板我使用SROC Z790 Pro RS 它是Z790定位比较入门的板子 价格也是Z790中数一数二便宜的 目前通路才6390 这双板子的供电也算满足的 14加1加1项 推动14600K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当然IO上相较于万元的板子 它还是比较阳春 但是基本该有的都有 毕竟它已经是Z790了嘛 前置USB-C也支援到USB 3.2 Gen2x2 20G DP HDMI也都有 也有2.5G的网络 毕竟价格这么便宜 就不太需要太苛责了 真的比较不方便的 我就觉得是少个无线网卡 不过没关系 刚好我最近在开箱 TipLink Wi-Fi 6E 6GHz的产品 因为Wi-Fi 6E 6GHz的频段终于开放了 我第一次安装两张Wi-Fi 6E的网卡 来做一些测试 后来我主要是用Archer TXE721 这张支援Wi-Fi 6E 6GHz的三频网卡 放在这台机壳里面来使用 散热器我使用B-Quiet前一阵子推出的Dark Rock Elite 标示280W的TDP 是目前B-Quiet的旗舰风冷 我们之前是装在i912900K上面 这次我们拿来压i514600K 话说经过两年 其实这两颗处理器的理论跑分效能是差不多的 这个散热鳍片 风扇还有配件的做工 倒设计的让安装流程很顺 虽然这颗价格也是不便宜 这个价格你要上360水冷都没有问题了 但是对于想要用风冷的使用者来说 真的是梦幻异品 标示的高度是168mm 距离这个机可能承受的散热器高度185mm 还有一点余裕 所以实际安装后 的确距离玻璃就还有一点空间 记忆体配合主机版是DDR5 但我又想要贯彻Darkbase 701内装 无RGB灯光的调性 所以感谢Vcolor帮我客制化了一套 Menta XSky DDR5 7200K 16GB x2 这套其实本来是高阶款的用料 但是根据我的需求 换上了无RGB的散热片马甲 所以这一套真的是绝无仅有 目前市场上高频率的记忆体 大多是有灯光效果的 无灯光效果的DDR5高频率不是没有 但真的比较少 选择性少很多 而这一套XSky就达成了我的愿望 它MP开下去就直接7200了 后续我们再来看看怎么慢慢调这些参数 当然如果整套系统你想要搭DDR4的话 主机版也可以帮你再省个几百块 SSD使用前一阵子开箱的Crucial T500 2TB 没有HeatSync的版本 之前我们已经有一篇专门的文章介绍过这条SSD了 它是镁光的TLC颗粒 TVW不太需要担心 但依旧没有4TB的版本 而且上市的时候开价偏高 所以我会希望它有多一点促销啦 显卡也是之前开枪过的 PNY GeForce RTX4070Ti 12GB XLR VIRTO的版本 搭配i5算是很不错的组合 大概就是这个三卡槽 直接宣判的第二条PCI-1160是飞掉的 因为不管差什么都会机构干涉 此外配合显卡是使用 12V High Power的电源 Bequad Stretch Power 121000W 之前我有用过这个同系列的上一代 那现在SP12是比较新推出的款式 在用料还有规格上就有很多地方是有升级的 不过手上这颗瓦数真的是比较高 实际如果大家像我们上面这样的规格 在配单的话 其实可以选750W的就可以了 另外实际安装上的感受 主要就是12V High Power的线 好像比较短一点 实际装完以后就没有什么余裕了 线头的关曲也比较极限 这个是大家在使用上可能按照我这样装会遇到的问题 那对了,刚好我最近在玩截取卡 所以也尝试将Evermedia的截取卡 安装在这套主机上面来运行 那比较好玩的是 我也测试了这两张截取卡 可不可以同时运作 可以哦,是没有问题的 组装完成之后我也跑分测试了一下 那当然除了Bequad的风扇 本来就还蛮厉害的 不管是机壳上还是风冷上的 它们本来就是以散热强悍 却同时静音而闻名 那另外一方面我想应该是天气恒冷 感觉跑分跑出来的分数都很不错 没想到用风冷 还有这个成绩 实际运作的效果也蛮符合我的预期的 就是整台机器重得要命啊 原本光是Dark Bass 701的镜重 就达到了12.8公斤 真的是板筋非常结实 又是EATX的机殼 才有这么重的重量 我个人也是蛮喜欢 它底部四个角的设计 其实有时候到着搬运的时候 还可以充当把手来用 总结来说 Dark Bass 701 它价格7390 注定就是高阶玩家的市场 难以被新手玩家看到 如果你足够蛮多DIY的电脑 应该可以感受到我前面说的 它可以整个反装的这种乐趣 而BQR的风扇还有散热系统 都是选择比较好的调 比较好的加工方式 比较好的周程 价格自然也就比较高 在静音和耐用性的使用主义来说 我自己其他台桌机 用了几年我也觉得很棒 Dark Bass 701 它多元的安装方式 也让专业玩家有更多的选择 还有乐趣 这个价位带 同时也有很多外观新潮 雪木做工优秀的机壳可以选择 我觉得BQR的设计 可能就要再更利落大方一点 但千万不要走那个RGB很fancy那个路线 这样既不会吓跑原本的忠实用户 也能够让入门更多中阶玩家 看到简约大方也能够有很好的散热性能 当然这是我自己的主观 那回到这台机壳上面 这次看到701的做工 是有符合这个价位带该有的细节 的确有改变我过去 对于塑胶件做工比较粗糙的印象 金属件的部分依旧是做得很好 设计上也有很多小巧思 那么看完介绍 你觉得这一咖DarkBase 701的机壳如何呢 可以留言和我们讨论 要请你按赞订阅分享Enterbox 我是Enter 我们下期再会